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我们男子72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出场的是红方选手 他的绰号是大莫呼特 有请呼德尔登场 好 欢迎我们的红方选手 第二位登场的是我们蓝方选手 他的绰号是丛林郎 让我们有请丛林郎大千日呼登场 好的 欢迎两位选手 担任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 是国家级裁判员秦凯 边侧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李春暮 肖强 现在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是72公斤级的比赛 两名运动员都是猛足运动员 穿蓝色交衣的运动员萨切尔夫 多次获得全国比赛的冠军 两位选手其实在身高上还有一定差距 对 萨切尔夫要高一些 对 红防运动员在全国比赛当中 也获得了很优异的成绩 蓝方做了一下踢 这下做的是爬子 爬得非常有力 离得比较远 红防 好 两位在腿部上动作非常多 停 红防消极 警告一次 好 蓝方就是获得一分 开始 裁判员根据比赛规则 你消极十秒钟以上就要被处罚 你的对手就会获得一分 我们看蓝方抢手非常积极 登手 红防运动员的力量非常好 好 登开手了 睡觉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你登开手以后 没有动作 人家马上又抓住了 对 像这种僵持的局面 两位选手看能 谁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 停 红防刚才做了踢 踢 红防一分 一分 得了一分 看着 这两位选手包括在手上 一些力量其实非常的接近 好 815 815 下泪了 还是同时下泪 好 还是双方互不得分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比1 可以 看着 停 好的 第一回合结束 主要说的比赛现在是1比1分 好 那现在如果您是通过其他的页面来观看我们交谈英雄榜的比赛的话 也欢迎您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来搜索和下载法治与新闻客户端 那通过法治与新闻客户端除了可以在每周五观看到我们的交谈英雄榜的直播比赛之外 还可以实时查看我们为您及时更新的各种新闻的推送和更新 叫你 费 看住 搜索 搜索 蓝方踢 红方现在一把手拿着小袖 一把手拿着袋子 他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反攻 腿部进攻的特别快 然后防守的也特别快 他们动作腿底下都特别快 红方 爬了一下没有 好踢 漂亮 非常干脆的一个动作 他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 非常好 他那腿抬起来要落没落的时候 你踢 红方这种摔法呢 一般的还真是不太好摔 他防守反攻 非常有机会 所以 机会不好还不能太大胆的冒然进攻 哎呦刚才这下踢真好 是把握住了时机 对 呃睡觉啊也有这样的话 说这动作呀非常快 机会非常快抓的 那多快呢 要打伞认真 啊一打伞的那 停 下来 下来如果机会扎得准时的话 可以让对方摔倒 如果这个贸然进攻的话 也有可能自己会站不位 对对 背 看着 两个运动员都有一个习惯啊 都舔这个手指头 两人一样 习惯性的动作 呃其实这个这个动作不太好 不太卫生啊 停 好 红方一分 两人同时倒地的时候啊 藍方的肩先着地了 所以红方得了一分 裁判员判的非常准致 场上裁判员秦凯 第二回合结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 是蓝方三比二暂时领先 红方一分的优势 那么第三回合我相信这两位选手 在体力上肯定没什么问题 然后综合素质也都非常高 对 他们的体能都非常好 体能不是问题 对 其实像今天所有来参加选手的 都是经过专业和长期训练 才能够登上我们今天交线 凯英雄宝的擂台 接下来是我们第三回合的比赛 这个有人啊就会问说为什么他们上场之前老爱舔一下手指头 他就觉得舔完了以后有一点失度 抓这个交衣的时候呢 有点色 其实管不了大右 习惯这是习惯 红方做了一下踢 倒手 现在是右对右 两个人都是右 其实一直打到第三个回合 我们两个选手在这个上身的把位上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抓得非常好 李刀 比赛规则规定了 如果低着头跟着十秒钟没有技术动作 就要被处罚修集 对 红方 这个处罚的规则也是非常的合理啊 因为我们只有三个回合 对 总共只有九分钟的时间 好 停 又重现了一下 红方踢 蓝方做盘腿 反攻 被看住 蓝方选手 其实也有可能起到干扰对方的作用 对 好 我们现场给点掌声好不好 好 我们棋风对手啊 其实很多动作 在这两位选手打起来看起来非常简单 其实都要经过很长期的训练 对 对 这真是百分之百的拼 停 停 两个人同时下类了 这是蓝方的一个战术 这也是打破僵局啊 对 打破僵局从今去抓握 让体能呢也稍微挥挥一下 是 刚才这下是蓝方的一个战术 准复 我们都要不要到这下子 可以 准备伤工 准备了 后面再来 但是沒有成功 南方正 這場交南方贏得不容易 因為對方的這種摔法呢 很難摔 南方摔得也很積極 祝賀南方